春天了, 做一個應景的食物 一個很有農村風味的法國菜 當地人一到春天都會煮這個 這個就叫做奔羊肉 在英國, 歸爾斯, 愛爾蘭 有好羊肉吃的地方 這個菜都很流行 我們一齊看看怎麼做 首先我們要兩個洋蔥, 切大塊 紅蘿蔔, 要兩條去皮, 切粒 京蔥一條, 要根部, 切大塊 蒜頭三粒, 輕輕剁它幾下 接著就是要做一個香料包 我們要少少材料, 一湯匙的迷迭香 Roseberry Thime, 百里香, 都是一湯匙 月桂葉, 兩至三塊 黑胡椒粒就半湯匙 這樣就可以榨起來了 好, 到肉了 這裡就有1.5公斤的羊肩肉 即是這個羊肩肉, 肩肉 我們也要切到它幾大塊 好像手掌的尺寸 在肉上面撒些鹽和黑胡椒粉 我們就可以去下一個步驟 中大火燒熱鍋, 加些油 就可以分開兩碗肉, 每次四塊 每邊一分鐘, 煎至它們上色 好像這樣, 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 八件羊肉都上色之後 鍋裡有很多油 我們要倒入這個油 剩下兩湯匙 之後就可以轉中火 加三寶 就是紅蘿蔔, 洋蔥, 和 京蔥 先炒兩三分鐘, 炒軟 兩三分鐘之後就可以加蒜頭 再炒一分鐘 然後就可以加兩湯匙的番茄糕 好, 拌勻 然後就是一杯白酒 先煮三十秒, 讓酒精揮發 同一個時間, 就要把底部的精華刮出來 這個東西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可以轉回大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一開始不用這個大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過了一些東西, 先開中火 我們就可以把肉放上去 之後就可以倒入八百毫升的雞湯 足夠蓋過羊肉就可以了 都可以煮氣了 煮氣了 煮氣了之後就把香料包進去 然後蓋上蓋子 放進焗爐裡 焗爐就要預熱到攝氏140度 Low and slow 炒兩半小時 好了, 大概過了一個半小時 我們就可以預備其他材料 這裡我們就有幾塊薯仔的新薯 你可以混和混和, 用紅薯 用白色薯仔新薯 沖一沖, 但就不用去皮了 我們就給它一些農村的感覺 就直接放進去煮羊肉 現在的廚房很香 好了, 薯仔進去 我們繼續煮一小時 還有什麼菜呢 我們要一點青豆 150克 將它們倒入碗裡 再加熱水解凍 再來就是八條的荷蘭甘筍 這些是長型幼的 你會在獅子頭的東西都買到的 我們就用一把剪刀 剪剪一點點綠色在頂部 就像這樣 我們就要沖洗乾淨 它的頂部好像老柱一樣 有很多老泥在這裡 最好用刀剪掉 這樣就乾淨了 刨皮 它尾部有條長鬚的 那條東西不用要 刨得很漂亮 八條都是 然後有些白露筍 我們就把根部的半寸切走 然後用刨皮 刨皮 刨皮 有些表面的纖維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煮過一鍋水 加點鹽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紅鵝白和老筍 扔進去 煮它 大概十分鐘 所以我先開始 今天這題目 今天是Mumbo Jumbo 我還有幾句 給我的英語講師 我會談論 政府的計劃 這題目 是一個很專業的 題目 並不認為你們會 很興奮 所以我不會 放下任何字幕 你可以 跳到 十分鐘 七分鐘 對 十分鐘 我會停止 然後再煮 好 開始吧 早幾天 我們的財政司司長 就發表了 2018 201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但在我還沒說這題目之前 有沒有人可以解釋給我聽 陳茂波 你這個混蛋 是怎樣可以坐到這個位子 這位子的額頭 是鑿著醜聞兩個字 又團地 又劏房 又罪嫁 又誹謗 再加上那個臭希華 又僭建 還有民建聯 那些又假學歷又成 還有那兩隻戲卓 李思堅 還有屈永賢 今時今日 幫港共政府做事 是否要有這麼多無恥才可以做到呢 說回財政預算案 今年政府的財政盈餘 就有1380億 很多人都吵詭 為何今年不派錢呢 我自己本身都不是很贊成派錢 因為派錢對市民或者社會 是沒有什麼長遠利益的 那7000元就是被那些中客 拿去澳門一下子 或者被那些年輕人買兩件Supreme 這些是很短視的做法 以及在政府的角度來說 這個做法是得不到人心的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就算我派了7000元給你 你們明天都是照吵詭我們 香港人不像澳門人那麼聽話 為了那幾千一皮 就乖乖地收爹 香港人就算收到錢 日後都會繼續為不公義發聲 一定會吵詭的政府 所以派給你來做什麼呢 但是我聽完這傢伙的財政預算案 他的提案 我心想 你老母不如你派錢 他那些所謂ideas 十項有九項是把 那些什麼預留200億 你搞洛馬洲河套區 三億就去海洋公園 一億就去數碼港搞電競 你給市民的感覺 你是私相受益自己有的 現在海洋公園好不行嗎 明天就倒閉了 小小財政問題 你就馬上過三億下去 數碼港又是你們自己優應運的 搞了20年了這件事 什麼都搞不出來 最有名的就是那一座貝沙灣 給一些有錢老伴依賴 或者那間酒店給一些 家夫淫婦去暴房 實際什麼都搞不出來 你現在扔一億下去 想把它轉成一個什麼 電競港 喂大哥 你要搞電競 香港隨便一個商場都搞到 不用去到數碼港搞什麼 玩得電競的 都是那些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 錢就沒什麼了 你是不是每次要那些年輕人 坐幾十元地鐵 再搖小巴進去和你打機 那些年輕人聽到數碼港 這三個字都要走到腳軟 還沒空和你瘋嗎 一個沒有人流 沒有定位 根本上那二十年 是主定是敗筆的地方 你就不斷扔錢下去 救忙 普通有路的市民都會覺得 你背後是有agenda的 還有這些錢也是扔入鹹水海的 那你不如派錢算 又說不知扔二十億下去 促進內銷 提升那些中小企競爭力 喂 提升中小企競爭力 這件事 在曾蔭權年代已經不斷說了 這麼多年了 有沒有好過呢 中小企的日子 香港今時今日 仍然都是霸權當道 你想搞間餐廳出來 又被美心 領會迫死 想搞那些 喂 那電話幹什麼 想搞個零售 轉頭就被李嘉誠那些 搞死了 對不對 沒得搞的 你只是每次扔錢 宏觀 遠景 但你有沒有實際想過 怎樣去將這件事 活動呢 沒有的 這班官 有時真的不明白 這班西官在想什麼 這傢伙 平時在馬會 美國會 喝酒吹水 他很聰明 一要做事就交行貨 屌的老媽 真是 還要分解原先的問題 為何陳茂波 底花到這樣 都可以做到財政司司長 這麼高的位置 是否回歸後的香港 為了要和祖國接軌 一定要找那些 這麼糟糕的人去做官 小人當道 這件事真的很值得大家想想 今晚大家打過飛機 打完飛機還沒睡覺之前 那幾十秒 想想 為何這樣 香港可以 唉 媽媽, 先煮東西吃 好, 大概十分鐘之後 我們看看白蘆筍 可以了嗎 我們用手指按一下 尾部 如果它夠軟 就代表可以了 我們可以先把白蘆筍夾起 放入冰水中 讓它馬上冷卻了 紅蘿蔔 再放兩分鐘 之後我們也可以把它夾起 放入冰水中 好, 彈羊肉就完成了 兩個半小時 開來看看 Oh fucking yes 薯仔就很軟 而香料包就像何志平一樣 完成了國家的任務 沒有利用價值 可以了 可以先夾到羊肉出來 這個時候要很小心夾 因為它真的很軟 會散開 薯仔也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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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我們就隔走渣 做一個清湯 不想太油膩的話 可以隔走油 然後把清湯倒進鍋裡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開火 把羊肉和蔬菜倒進去 讓它更熱 暖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上碟了 先把幾塊羊肉放在碟中間 再把薯仔、紅蘿蔔和蘆筍 平均分布在上面 平均分布在上面 把薯仔和蘆筍分布在上面 把它撿得漂亮 好看 還有一些青豆 把青豆撒上去 最後就是那些醬汁 一個很有農村風味的羊肉 就是這樣做 吃的時候可以加薄荷葉 或者酸忌廉 味道會更好 好,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